大家好,我是Dan 尤嘉宜的成员敏恩刚出道的时候 中文名字曾被认为美燕 但现在已正名为违捐了 而昨天一位人见人爱的知名网红 而昨天一位知名网红却把敏恩的名字写成美燕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不过我去查了一下 这位网红之前在所有影片都是使用了违捐 从来没有出错过 只有昨天那样 所以就我们原谅他一下吧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饭圈大吃一惊的消息 6月15号 金杰宗设立的新公司Incoder 进行了开业典礼 而海埔、街外皮娱乐以及GD等 很多公司与艺人们都送了花环庆祝 但是粉丝们发现到 其中竟然有SM送来的花环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粉丝们上传的照片中能看到 金杰宗站在写着 助发展SM娱乐的花环前 K-POP老粉们应该都知道 2009年SM娱乐与同胞心里三位成员 闹到法院的合约纠纷问题 所以SM这次送花篮的行为 更是让网友们很吃惊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SM员工也换了很多 应该也有互相关系好的人 这些都不是第三者能知道的事情 听说是跟SM前经纪人设立了公司 哇 已经10年了 且中去了太阳演唱会 SM送且中花环 真的是活见久 受害者能这样接受 真的可以说是度量大 这两方之间 受害者与嫁爱者是很明显的 以后希望能在音乐节目上也能看到 哇 终究来了这一天 有点神奇 又有点怪怪的 今年是20周年 希望能听到好消息 所以 对于金杰宗收到SM的花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越来越瘦的女爱豆 一位网友上传的女爱豆 越来越瘦了的天文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非常注重美腿的二代团 不只是美腿 整体看起来都要瘦才可以的三代团 整天被批评 脸型大不大 腿长不长 臀部比例怎么样的四代团 之前队内只有像森民语呢 是特别特别瘦的成员 但现在会以对内最瘦的成员为基准 来批评其他成员们的身材 不只要瘦 还是要有肌肉的瘦 之前对内谁谁谁是特别瘦的成员 但现在会以对内最瘦的成员为基准 来批评其他成员 真的太中恒了 对对 我也觉得从四代开始 真的都太瘦了 女爱豆胖了一点就会被嘴爆 能怎么办呢 腿阳在二代的时候是普通的瘦 但最近看的话 真的是太瘦了 我周围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 那种很瘦的腿才是正常 觉得自己的腿很措耳在烦恼 真的是有负面影响 其实最近看的话 不只是女爱豆 就连奶奶豆也是越来越瘦了 所以对于女爱豆越来越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